在零下30度的病屋里 生存24个小时可能吗 普豪狗哥又又又开始整活了 这次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狗哥赤巨子30万每刀 打造了一间病屋 房子里的家具都是冰块做的 就连马桶那也是纯冰打造的 狗哥准备挑战在病屋里 带上24个小时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挑战失败就要接受残酷惩罚 反之狗哥挑战成功 则小伙伴接受惩罚 该说不说 外国人少不是没有原因的 挑战正式开始 小伙伴们合力将 重达600磅的兵门关了起来 狗哥只穿着单薄的卫衣 却还是自信满满的表示 一点都不冷 24小时根本不在花价 三个小伙伴穿着厚实的棉服 看着狗哥倔强 俨然就像再看一个大聪明 为了加速狗哥放弃挑战 小伙伴们把房门上的 卫衣窗口也堵了起来 这是准备让狗哥无聊死吗 很快挑战过去了一个小时 狗哥的手已经冻成大猪蹄子了 小伙伴们贴心的送上手套 还算是有点良心哈 时间又过去两个小时 狗哥只能靠不断的行走 来给自己预寒 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在兵屋里走了二里地的狗哥 这会累得够呛 小伙伴再次贴心送上棉服 让狗哥当作店 这会可算知道秋库的重要性了 狗哥表示 回去必须买个时间八件的有备武换 消耗了不少热量的狗哥 决定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小伙伴立马送上刚出炉的煎饼 搭配不要钱的蜂蜜 这不得一口一枝一岛素啊 另一个小伙伴还给狗哥送来的餐具 该说不说 这个挑战属实严谨了 竟然连餐具叉子都是冰块做的 经过六个小时的挑战 狗哥这回已经体会到 什么叫透心凉了 老寒腿就是这么炼成的 狗哥提出想要吃辣的食物来补充热量 贴心的小伙伴立马送上香辣味薯片 而三人则是躲在帐篷里吃香喝辣 开心玩爽 好家伙 山上的笋都被你们夺完了 挑战来到第九个小时 狗哥实在是憋不住了 冰马桶必须安排起来 冰镇啤酒了解一下 挑战来到第十二个小时 狗哥已经开始用卫衣 将自己研瘾式式包裹起来了 此时挑战已过去一半的时间 狗哥还能坚持多久 此时狗哥已经在冰屋里待了十六个小时 无所事事的狗哥只能坐在冰凳上瑟瑟发抖 十六个小时没睡觉的狗哥已经冷得睡不着了 该说不说 这地方可不行睡啊 保不准一觉就能把你睡走 小伙伴为了让狗哥放弃挑战 直接把门给敲碎了 就连房间里的各种冰家具也不放过 美其名是给房间通风风 真的是拴Q了老铁 挑战还剩下最后六个小时 小伙伴们已经抱着背的糊糊大睡 狗哥只能无聊的树绵羊 狗哥还给自己安排了专业人员 定时给自己晾体温 确保自己的狗命不会谢谢收看 挑战来到第二十二个小时 可怜兮兮的狗哥正裹着毛毯吃着食物 这画面怎么越看越令人鼻酸呢 一觉醒来的小伙伴连忙赶来看望狗哥 还好还活着呢 很快二十四小时挑战时间结束 狗哥挑战成功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呢